然后我就一脸懵,真的就一脸懵 六分之一的时间我已经没了 差不多就是将近一篇阅读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爱西班牙语 Hola amigos, ¿qué onda? 欢迎来到爱西班牙语 如果你想和我一起学习西班牙语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评论中的具体细节以及联系方式 好,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我当初参加这个Daily CE考试迟到的 然后并且一脸懵的这么一个经历 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这个考试中呢 用了哪些就是小的策略吧 来尽可能的降低了这个迟到对我考试的影响 并且顺利的通过了这个考试 我参加的是11月份的这次考试 是从墨西哥的梅里达前往墨西哥的卡门海滩 去参加这场考试 我记得头一天到了之后呢 我还去那个考场去踩了个点 跟人家确认一下这就是第二天的这个考试的地方 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也就很早的就睡觉了 然后设完那种闹钟就五分钟一响的那种闹钟 大家都懂的 第二天早上呢 他这个考试呢 比试考试呢是九点开始 我七点呢就从我住的地方出来了 因为这个考试时间挺长的 挺耗体力的 所以我说那就先去吃个早饭 吃好了才能有力气考试嘛 我就去了一家就是那家餐厅 他向右一拐走路30秒就到那个考场那个地方 离得特别特别近 就在他边上那么一家餐厅 我在那吃早饭 其实呢不到八点我这早饭就吃完了 但是我觉得这考场就在边上 我就去那么早干嘛呀 所以我就在那说决定在那歇一会儿 然后就看看路上的行人 拍拍照片 就特别放松的一个状态 但后来买单呢 这服务员过来跟我聊天 我还跟人聊了一会儿天 我差不多就是八点十分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距离考试开始 还有五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我就开始往这个考场走嘛 我记得刚到门口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师就过来问我 他说 Eles Lulu 你是 Lulu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Si soy Lulu 我是 Lulu 然后他听完我回答之后 拉着我就开始往楼上跑 边拉着我就边跟我说 把你的护照拿出来 Elexame yambe So hace diez minutos 这考试都开始十分钟了 然后我就一脸懵 真的就一脸懵 我不光懵 我还跟他说 我说 A poco No puede ser 就真的吗 这不可能啊 我故意当真的 老师想抽死我的心都有了 就都迟到了 还那么多废话 然后他给我拉到那个教室 之后我就看到班里呢 有两位考生 他已经开始答题了 然后我于是 哎呀 看来我好像是真的迟到了 这时候呢 我们那个考官 他又让我先坐下 然后把卷子给我开始 就是 给我说一下这个考试流程 以及这个注意事项 后来呢 等我可以就正式开始 去做这个阅读的时候 看了一下 就是墙上的那个表 那时候考试已经开始了 将近15分钟 15分钟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整个这个阅读是90分钟 15分钟也就是六分之一的时间 我已经没了 差不多就是将近一篇阅读的时间 已经没有了 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 从第一篇阅读开始做起啊 但是我读完之后 我就发现 我感觉我读不进去 就是我确实是在一行一行的在读 但是没有读进去那种感觉 嗯 就是大家知道 一般我们参加一个考试的时候 通常都会提前到啊 就坐在这个教室里 要平和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我这个呢 是从跑到 那我这个呢 是跑到楼上的 而且告诉我迟到了 说真的 我还有一点小紧张 就是我也知道 要深呼吸 然后要平静 要好好地做阅读 可是趁其做不到 我就真的感觉到 我自己的那个心在那 砰砰砰砰的跳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做了一点小改变吧 我决定就新做第五篇阅读 大家知道啊 这个第五篇阅读 它就是类似于 我们这种玩星填空的这种形式 它其实主要考察的呢 是语法和词汇 不像其他文章 要很好地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 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 才可以答对题目 所以呢 我就决定新做这个第五篇阅读 然后就在这个 边做第五篇阅读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自己慢慢地 可以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了 然后可以静下心来去读文章了 这时候做完第五篇阅读的时候 我再返回头来去做第一篇阅读 做完第一篇阅读之后呢 我没有做第二篇阅读 我是直接去做第三篇阅读 我把第二篇阅读放在最后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篇阅读 它是那种七选六的 那种选句子的题目 因为它是一个七选六 所以它其实就是增加了 这个考题的这么一个难度 而且我自己平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这篇阅读的正确率呢 是最低的 所以我会给它放在最后来做 这样的话就是万一最后 我没有时间可以把这些 所有的阅读做完的话 那我没做完的 也是我正确率最低的这篇阅读 就尽可能的就是降低 对我考试的这么一个影响吧 而同时呢 因为我自己也就比较清楚 我自己每一篇阅读 需要花多长时间 我自己对我每篇阅读的时间 也有一个分配 所以呢 我把每一篇阅读的时间 都减掉了三到四分钟的一个时间 就这样尽量加快 我自己的一个阅读速度 反正最后呢就是把这个 还算是比较顺利啊 最后这五篇阅读呢 我都是给做完了 但确实呢就是做的速度 会比平时要快一些 但也是顺利 好歹都做完了 这时候大家就可能会问我啊 那就是那我为什么迟到了呢 对吧 这个呢 其实吧 是因为我原来在夏天的时候 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往返过 然后呢 它没有时差这一回事 所以呢 我这回去参加考试的时候 我也就没去考虑 时差这么一个事 但是呢 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就是考点这个所在的这个州 它这个是一年的这个时间 都不带改变的 但是我出发的那座城市呢 它的时间是有冬令时跟夏令时的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冬令时呢 它们之间呢 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然后我又特别傻的 就手机不有一个可以自动确定时期吗 我那也给关了 就这么一个原因造成了我迟到了 好 跟大家讲这个经历呢 也想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如果而是在国外考试的话 就包括跨城市啊 千万要查一查 就有没有时差这个问题 第二点呢 就是说如果真的遇到了 就任何原因 我们迟到了的话 那也别紧张 都可以通过 比如参考一下 我这个考试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 先做最后一篇阅读 或者把你自己 正确率最低的那篇阅读 放在最后 通过这样的一些 小小的这种策略吧 来尽量就是降低 考试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或者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都可以写在评论下面 我都会回复给大家的 好了 那我们下期见 Peace! Hasta la próxima 期待!